所有倔强 在一瞬间崩塌 假如放下一篇 反复这场梦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些 也许在平时时间 我的明天 我才是平行鲜 现在都这么厉害了 都敢去抢婚了 我不只敢抢婚 我还把新郎拐跑了 那如果庄家把你赶出去了呢 我不怕 有你在 那汤霖在针对你呢 你会保护我的 万一我不跟你走呢 那我就再去抢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反正总有一次 你会跟我走的 等一下 所以你不会放弃我 不会不跟我走吧 当然 不会 这边 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 被某个人咬了 到现在还疼吗 是 抢 人 就是 就是 我不?- 不 对 不 这段时间 让你受苦了 没有 是我自己自愿来的 你忘了 我记得 和你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我都记得 但无论你是为了心严 还是为了我 我都不应该把你卷进庄家的 这个漩涡中 庄家还有蓝海 都太危险了 心肠 其实我早就该告诉你 我真实的身份 但是庄家的状况 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 当年我流落在外 其实是有机会打电话给庄家 早点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我打了那通电话 还能不能活到今天 为什么 你觉得你和心严的车祸 是意外吗 有人根本就不想让心严活着回来 也根本不想看着我活着回来 你和心严的车祸 还有十七年前我父母的车祸 都是认为的 这 我一直在找那个 对我父母背后下狠手 还有把你误以为是心严绑架的人 不找到他 庄家的一切都不会结束 不找到他 我父母还有心严的事 永远得不到真相 永远 行程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 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帮助你 曼妮 我支持你 一定要找到当年的真凶 找到他 替我 也替新颜 完成心愿